我现在就示范着上身的效果 这个是非常宽松的版型 而且它的款式宽松得来是很有style 很有style 它是一个拼布的设计 这个布料是一个像西装料的质地 有弹性 它那个款式的detail 你见到是一个相当之宽松的版型 它是一个泡泡袖连贯到三身拼接的层次 而且在它的造工上是做了一个泡泡的状态 你会见到是一个接驳位是配上了 用了一个很密集的打杂位 它延伸令到那个款式有泡泡的一个线条 去到三身的部分也有袋子 袋子位是在比较正宗的位置 因为它这个款式相当之宽松的 如果做jacket袋子 可能是太厚 这个它有考虑到 就令到那个款式的袋子位 就比较浅多一点 是很细心很细心的一个 detail 是有没有的 而且这个款式是有没有的 那个拉链是非常极度之流畅的 这里也有一个假袋 这里就是真袋 这里就是假袋 它有没有位置 它那个锁带位就是配衬了一个丝带的 跟平时的绳位就不同一点 就跟回一个比较斯文一点的元素 对了 一点点的一个加分位 这个版型是极度之宽松 很漂亮的这样看 对了 非常之漂亮的一个版型 棒棒得来很有style 整个弧度都拿得很漂亮 这个也有夹圈的一个斜角剪裁 你会见到是真的连贯得很漂亮的一个线条 真的做得很好 我都很少见到这一种外套 下身都比较建议配短裙褲 或者直脚褲的褲款 可以做一个利落一点的线条 内搭就不一定要配搭准帘 搭其他T-cut也可以 Cotton也可以 搭买多买多优惠也可以 没什么所谓的 非常之特别的style 非常之特别的style